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连生活佛 特别到台北新殿的佛灵同修会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当天的开始 多少自杀的 习光只是到他那边一下子 回来就见神见鬼 到最后也至上 经过他的超度以后 就变成大自佛 大自佛 能够自杀 那以后被鬼抓走 还能够经过他超度 变成大自佛 老实讲我也想自杀 我自杀了以后留一封信给他 拜托你给我超度 我就变成大傻瓜佛 自杀的鬼经过他的超度 他起他的名字叫大自佛 联系法师 西雅图联系法师 把徐日光介绍到 到变成大自杀 到变成大自佛 也是联系法师 在西雅图雷藏寺宣布 经过这个他超度以后 就变成了大自佛 我说那么简单成佛的话 我问我旁边的徐日光 你成佛了吗 他说一个自杀鬼 一个超度就能够成佛 释迦牟尼佛也不能 释迦牟尼佛到了道立天宫 见到他的母亲 也没有办法把他 一下子就把他变成佛 所有能力把一个自杀鬼 变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到道立天宫 见了摩牙夫人 只是讲佛法给他听 便没有把他马上接引成佛 他有能力把这个一个 自杀的徐日光 马上变成大自佛 我宁可自杀给他超度 把我变成大傻瓜佛 怎么样 包括脸上的三佛也是一个笑话 他脸老是红红的 去到了马来西亚 很简单 雷浩培 到了雷浩培的堂 雷浩培问他 你面孔好红哦 好红润 哇 这个是不得了 这么 面孔那么红 为什么那么红 我修来的 他讲我修来的 每个人问他 他都说我修来的 你们没有看书吗 和大自然交谈 其中一篇文章里面 文筛的一组 第一个人 到了巴西 碧之意 师姐那里 文筛 修眉毛的 跟文筛的 是谁 是叉叉上师的 他的这个腮红 面孔两边都是红 全部是像刺青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 在刺刺 把红刺进去 所以他两个 两片都是那么红啊 我也想去巴西 碧之碧 这个碧之意啊 帮我文筛红 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么 阿弥陀佛那么红 我也是修来的 一针一针 这样子修啦 修来的啦 不要再骗人了啦 你说你修来的 你跟雷陀佛讲说 你修来的 是修来的 去美容 巴西 那个 巴西 那个碧之意 那个 给他修眉毛 修这个腮红 这个纹 一针一针 这样子擦 把那个 红色的颜料 一直进去 到 到皮肤底下 永远面孔红红的 告诉他 你是真的 修来的吗 问一句就好了 全部都是骗人 什么天上雷陀寺 我告诉你 要是金母带我 带我去看 打开一个窗子 你看雷陀寺 天上真的 很多雷陀寺 非常多的 粘绵不断的 一间一间的雷陀寺 摆在那里 我说 怎么有这么多雷陀寺 我一个念头 就出现这么多 我说 这个 叉叉也有雷陀寺 他也有一个念头 当然会产生雷陀寺 是 要是金母带 他的念头 是明跟利而已啊 你们的钱都会被他掏光了 我告诉你 挖的这个佛灵同修会就变成这么小 本来一百多个同能到今天不到二十个 本来一百多个当初就是满满的在四十几平都是满满的 都被挖光了 人也被挖光了 财也被挖光了 全部挖光了嘛 每一个都用那个好像说 像那边恐吓的方法 还有听说这个花脸的廖合群 他也去啦 现在回来啦 什么都没有啦 再来呢 阿达玛 没有啦 廖合群还好 廖合群还好 他老婆 他老婆身体很不好 身体不好 精神仿佛 精神仿佛 去吧 大家都去吧 大家回来一个一个 阿达 因为都是鬼嘛 他每一次讲话都是这样子 去求 为什么不求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不求摇之金母 就是正 这个 大罗金仙 对不对 这么大的菩萨 十方观世音 一切诸菩萨 试验救众生 你不去求 你去求 求那个你自己认为是变 变成好像是善神的 到了苏德堂 老年纪跟他们讲 你们以后要招勤 五善神 五善神 只要有新的堂成立 新的雷杖是成立 老年纪就到那里 五戒山 人家刚刚要献出来 老年纪就到那里 我告诉你老年纪 人是很好 愚中 愚中 愚啊 笨啊 他来我这里环境的时候 我说你修法有没有招勤 那个五个鬼头目 他说有 每一次修法 每一次招勤 他也叫人家招勤 他自己也供养 你看那个图片 我告诉你 那五个鬼头目的名字 全部是他的脑筋 幻想出来 他马上可以幻想很多名字 我告诉你 真的 没有名字 他马上给你起名字 很快 这五个鬼头目的名字 也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不是真正有这个五个 只是一个象征 各位观众 在二十一父母当中 第五尊是哄音度 您可能从来不知道他的威力 哄字的变化修持 小则可以为自己习增怀珠 大则可以保家护国祭世人 这一次由高雄大义雷葬寺 特别在高雄展览馆 恭请联身法王 于三月二十六日 传授哄音度母大法 这是联身佛佛首次传授 欢迎您珍惜法源 高雄大义雷葬寺主办 哄音度母 悟国习灾 增益祈福大法会 详情请恰 大义学会 从《淡烟集》到现在 法王作家卢盛燕 已经写书五十年了 人生的所有时期 如今在联身圣尊的心中 适合感想 让我们细细地去了解 这位创记录写书的法王作家 卢盛燕文集最新著作 《烟雨维维》 详情请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你们也都是去 去过叉叉堂的啊 有啊 有啊 你们也都是在那里过啊 对啊 因为我们是后来 时间出关以后 然后一个被点醒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以前 以前 他跟我是有联系的 在我闭关以前 是有联系的 我闭关以后 他就讲了一句话 师尊最好不要出来 师尊最好永远闭关 从此以后 允民埋信 全部闭关 我来做就好了 我出关以后 我出了关以后 第一 他从来没有跟我跪下来 第一 从来没有 第二 十六年 我从来没有加持过他一次 他来到西雅图 也没有求我加持 到了彩虹山庄 也没有求我加持 啊 通通都没有 十六年来 连一个供养都没有 连一个供养也没有 没有 鼎礼 没有 这个加持 没有供养 因为他已经 因为他 因为他 背后已经有这个很多的鬼在支持他 共高我慢 我讲一个武侠小说好了 哥敬 对不对 哥敬 黄龙 神雕霞里 哥敬 后来的武功高强到不得了 但是他以前拜的 这个江南七怪 对不对 他先拜江南七怪为师 但是他拜了江南七怪为师 这个师父的功力 到了以后的哥敬 哥敬成就以后 这个武功很强的时候 他还是叫江南七怪为师父 还是叫江南七怪为师 那时候的江南七怪 已经是普攻 武功已经幻幻之辈 就是一般一般而已 但是他对自己的师父 还是非常的恭敬 这一点礼貌都没有 这还算是人吗 他常常跟大家讲说 他有多恭敬 他自己穿的那个衣服 只有他那一个黄色的那一个才是 红衣才是 我已经在法座上讲了几遍 他也没有听了 他也没听了 师尊那个时候你说都没有供养 可是我那个时候听到是 他拿了很大的钱去供养给师 没错 很高兴说他 肯把这么多的钱拿来供养给师父 没错 拿了钱给我 我一定有签名 你们看到签名了吗 没有 我告诉你 他们那边的董事长 跟我说 过年过节 或者师尊的生日 他们都有写生日卡 生日卡片 所有 这个堂里面的 所有的堂生归于我的 通通都有签名 而且还户上供养 每一个都有供养 这个我生日的时候啊 他们那边的那个底下的 都有写 都有写供养 另外还有签名一个很大的贺卡 他们问我贺卡收到没有 你问师母 收到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看过 所有那边堂的地址 所有的供养 全部都出去了 我问他们啊 我问他们啊 我问他们 那个 你们堂里面有没有贴 有布告栏 有没有贴着 这个师尊签名的 你们供养 他们都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了 了解了 谢谢先生 先生我想请问 我们将来要怎么样 让佛堂会兴盛 大家能够同心协议 把佛堂再振兴盛 是这样子的啊 一个佛堂要兴盛 人多就会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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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你要把一个佛堂兴盛起来 必须要有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叫他们修行以外 啊 持咒 念佛 大礼拜 大供养 事归一 事无量心 经常教导他们 先做释迦行 把基础先打稳 你必须要有组织一个你佛灵合唱团 一些人喜欢唱歌的 让他有歌可以唱 一些人喜欢排舞的 让他有舞 可以运动 一些喜欢露营的 像你们喜欢爬山的 对啊 我们有菜台 师兄 对啊 你们喜欢爬山的 你就组织一些 那个爬山的登山队 好 这一种是吸引众人 最基本的 你先把这些做出来以后 大家喜欢 大家都会到佛堂 来跟着 大礼拜 又可以健身 又可以恭敬佛 又可以除灭自己的骄傲的心 不要学习贡高我慢 不要学习贡高我慢 他很骄傲的 他骄傲也有理由啊 他说以前师尊 暗场的时候 救了他 以后我要更静静的修行 超越师尊 以后我要救师尊 要救我 他这个讲法 你听起来 哇 大家鼓掌 哇 通通都鼓掌 他说我要修行更精进 我要超越师尊 这样子 将来 师尊有难 我可以去救他 他平时都这个样子 我还希望他能够来救 各位观众 在二十一父母当中 第五尊是 哄音度鲁 您可能从来不知道他的威力 哄字的变化修持 小则可以为自己习增怀珠 大则可以保家护国 济世人 这一次由高雄大义雷葬寺 特别在高雄展览馆 恭请联身法王 于三月二十六日 传授哄音度母大法 这是联身活佛首次传授 欢迎您珍惜法源 高雄大义雷葬寺主办 哄音度母 护国习灾 增益祈福大法会 详情请洽 大义学会 从戴烟集到现在 法王作家鲁慎燕 已经写书五十年了 人生的所有时期 如今在联身圣尊的心中 是何感想 让我们细细的去了解 这位创纪录写书的法王作家 温盛燕文奇最新祝货 匹云维维 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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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曝 Christ 货 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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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义货 他地带 我怎么对得起郑森龙医师啊 我告诉你我脚好 这个蜂窝性组织炎 如果没有好往上延伸的话 一定要锯掉脚 要锯脚的 要节肢的 郑森龙医师赶快 请那个感染科的医师 拿出最好的抗生素 就是老虎抗生素了 最强的抗生素 感染科医师 肾脏科医师 这个郑森龙医师 还有这个 这个肝跟肾 肝肾的医生 联合会诊 要怎么办 感染科的这个 这个主任 就说一定要用 这个 Tiger 最高的这个 老虎抗生素 最强的 才把它压下去 才慢慢脚就消肿 一直到好 我回到美国 去检查动脉有没有阻塞 跟静脉有没有阻塞 只是做这个检查 居然动脉跟静脉都没有阻塞 医生说 这样放心 你是真的完全好 我在台湾的时候 也做过检查 也是完全好 只有这个加拿大 这个 这个Dr.医生跟我讲 这奥利利亚这个医生跟我讲 他说 你从此以后你要穿弹性化 不要再让细菌感染 蜂窝性组织炎很可怕 都是要挖掉肉的 把那个腐败的蜂窝 那个细菌给它挖掉 不然就要 一定要把脚砍断了 我居然能够好 我得到两个加持 第一个加持 就是虚云老和尚在虚空之中 从 生很长的索贝来给我加持 第二个 虚云老和尚啊 这个清朝的时候 的 的大和尚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帝母 但是帝母又是姚思金母 给她派过来 喝了一杯水 我没有看到 这个叉沙上师 怎么样子替代 我都不知道 他烧了那么多 他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 他因为我的脚 他大捞一笔啊 他因为我的脚 大捞一笔 但是你大捞一笔 你至少也要给我一试一试啊 你一毛钱都没有 我还要包红包给你啊 因为你替代我 哪有这回事 讲的都是天花乱坠啊 而且我告诉你 廉直上师 廉直 廉直 廉直上师 他就 来西雅图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 第一个 他能言善道 第二个 说谎话 就是他的专长 他有一天不说谎话 那一天他身体一定不好 廉直上师 亲口跟我讲 说谎话就是他的专长 他永远都是在说谎话 廉直跟他啊 廉直跟他啊 而且跟他一起做父母啊 他还是认得很清楚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问 他会说 嗯 因为呢 他的雷杖室快要盖好 然后呢 他是 嗯 师尊真正的传承是 他那一边 然后 嗯 没错 我告诉你 我听多了 我听多了 因为雷杖室要盖好啦 所有天谋全部下降 全部下降 然后 你们啊 所有的这个 铁粉 也就是 钢铁般的粉丝 一定要坚强 要忍耐 要度过这个 这一种魔考 要度过这一种魔考 将来你们就成就了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跟你讲 我不是以前写过一个单子给他吗 天龙霸布 覆持 紫莲花童子 好 那是 我在写末宝的时候啊 他在旁边跟我说 师尊 你照我的话 一字一字的写 一字一字的把它写出来 可以吗